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坚持 OTCAD是一门实践性课程 我们的课程又是通过任务驱动展开教学活动的 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 习得基本理论与操作方法 这就是做中学 把实践送给大家 是希望大家勤思考 多操练 完赚OTCAD 任何学习都是要付出艰辛劳动的 半途而废 终将已事无成 因此 我把坚持送给大家 当您遇到困难的时候 请不要放弃 我们课程团队的老师 始终会陪伴着大家 愿我们都能坚持到最后 相信您的付出会成就一位机械CAD 绘团能手 开课之前呢 关于版本问题 我们需要做下说明 OTCAD 自1982年问世以来 经历了30多次升级 2010以后的版本变化甚小 因此 学习者不必太在意软件版本 本门课程 我们选用2015版 现在 我们就进入第一周的学习 共有五个任务 任务一 熟悉OTCAD的工作环境 任务二 掌握OTCAD的人机交互方式 任务三 掌握OTCAD的文件管理方法 任务四 了解OTCAD的功能特点 任务五 设置OTCAD的绘图环境 下面先进入任务一 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启动OTCAD软件 了解OTCAD基本功能与入门知识 完成OTCAD工作空间的切换 熟悉草图与注释工作空间界面 退出OTCAD软件 想要学习一个新的软件 首先要会启动这个软件 OTCAD的启动一般有两种方法 一是双击桌面快捷图标 二是打开开始菜单 在所有程序中找到OTCAD2015 单击启动 这里我们使用双击图标的方式打开 初次启动OTCAD2015后 将进入OTCAD初始界面 该初始界面默认的选项卡 提供了了解和创建两个栏目 在了解栏目 可以通过观看新特性 快速入门视频 功能视频中包含的切入式视频 来学习入门知识 也可以通过右侧的联机资源 打开OTCAD基础知识漫游手册 了解相关内容 在创建栏目 单击开始绘图工具 打开默认样板 进入草图鱼注视空间 切换OTCAD工作空间 工作空间又称为工作界面 根据绘图时侧重点的不同 系统提供了三种预定义的工作空间 它们分别是草图鱼注视 三维建模 三维基础空间 那我们如何切换工作空间呢 可以在自定义快速访问工具栏中 选择工作空间 添加好工作空间工具栏后 在其下拉列表框中 选择所需要的工作空间 也可以单击绘图界面 右下角状态栏上的 切换工作空间按钮 在弹出的工具栏中 选择相应的空间名称 选择后进入相应的绘图空间 OTCAD的工作界面 是OTCAD显示边际图形的区域 为了更好地掌握OTCAD 我们必须熟悉它的工作空间界面 以草图鱼注视为例 OTCAD的工作界面 主要由应用程序按钮 快速访问工具栏 功能区 标题栏 做标系 模型布局空间 命令行 状态栏 绘图窗口 光标等组成 下面一起来熟悉一下 应用程序按钮 单击应用程序按钮 弹出应用程序菜单 选择命令选项 可以执行 新建 打开 保存 等相应的命令 图中 向右的小三角 表示 由下一集菜单 在搜索命令对话框中 输入命令 可以完成搜索 快速访问工具栏 快速访问工具栏 有多个快捷按钮 包括 新建 打开 保存 另存为 打印 放弃 重做等 如要在快速访问工具栏中 添加或删除按钮 可以单击工具栏右端的小三角 在自定义快速访问工具栏菜单 选择要添加或删除的按钮即可 标题栏 标题栏用于显示 当前正在操作的软件名称 版本 及当前窗口图形的文件名 标题栏右端的按钮 对应最小化 最大化 关闭窗口功能 当需要帮助时 单击帮助按钮 可访问帮助文件 如果未安装托机帮助文件 则弹出未安装帮助对话框 用户可以选择下载托机帮助文件 或改为使用连机帮助 打开后可下载帮助文件 在标题栏中 单击搜索按钮 可以搜索所需要的相关信息 功能区 功能区用于显示 关联相应工作空间任务的按钮与空间 功能区有默认 插入 注释 参数化 视图等选项卡组成 每个选项卡又包含若干面板 如 默认选项卡里面 有绘图 修改 注释 图层 快 特性 组 实用工具 剪贴板 视图等面板 每个面板包含若干个命令按钮 及工具空间 如 绘图面板包含了直线 多段线 圆 圆 圆弧 图案填充 等命令按钮 单击命令按钮 可执行相应的命令 如命令按钮下方或右侧 有向下的小三角 单击小三角 弹出该命令的多个选项 根据绘图需要 可选择相关选项 当鼠标箭头移动到面板中的任意按钮 并停留片刻时 不要单击 该图标按钮变为蓝色 同时出现的文本框 显示该命令的名称及说明 绘图窗口 在AltCAD用户界面中 中间的空白区域 就是绘图窗口 用户可以在此无限大的区域内 进行绘图与编辑 为了更好的查看图形 需要绘图窗口 足够大时 可以单击状态栏中的全屏显示 按钮 要恢复到全屏显示前的状态时 单击取消全屏显示 按钮即可 命令行 命令行用于显示 绘图命令和系统提示信息 用户可在命令行输入命令 与绘图参数 以便快速准确的绘制图形 如果用户要取消当前命令的操作 可以按ESC键 然后重新输入 状态栏 状态栏左侧的数字 为当前光标所在的坐标信息 默认状态下 状态栏中间为多个状态的开关按钮 常用的有显示图形三格 捕捉模式 动态输入 正交限制光标等 需要进行状态转换时 直接单击相应按钮 或对应的快捷键即可 如果按钮右侧有下拉小三角 可以通过小三角 来访问该状态的其他设置 如需增加或减少状态栏显示的状态 可单击自定义按钮 加以选择 退出AutoCAD的方法是 单击标题栏右上方关闭按钮 或者单击应用程序按钮 弹出应用程序菜单 光标移动到退出AutoDesk AutoCAD 2015 现在我们选择 直接单击关闭按钮 退出AutoCAD 通过上述的学习 您对AutoCAD软件的 启动退出工作空间等 AutoCAD的工作环境都熟悉了吧 感谢您的观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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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